今天春分也会有春阳露脸对吗 详细状况把时间交给熟里 好了 今天主要是受到冷气团的影响 不过整个天气上从湿冷转成干冷 最主要是因为目前台湾正处在大陆高压的范围底下 因此都是下沉气流 水气自然就变干变少了 那么因此今天来说的话 其实各地都会是春阳露脸 春阳灿烂 我们从真实色的卫星云图灯中可以看到 目前北台湾也就是包括了北部还有东北部 目前都是相当晴朗的 中部地区还有花东地区目前云量比较偏多 至于在南部地区嘉义以南 阳光也透光露脸了 晚一点的时候事实上各地阳光都还是会有露脸的机会 因为今天的水气都算是比较局部也比较零星了 我们从雨区预报当中您就可以看到 今天在预报上如果有雨 就是南部山区偶尔局部有一些零星小雨 不过也因为天气转干 所以要特别注意 这两天辐射冷却的现象就会非常的明显 那么因此这一波冷气团影响的冷空气 最低温的时间就落在今天跟明天的清晨 我们来看看就温度上来说 事实上就今天清晨的最低温 在基隆的七度降到了八点九度 人物侧站在新北的淡水今天清晨的最低温也有11.1度 那么看起来今天阳光露脸之后 大台北地区预计就会有将近18到19度降的一个高温 因此日夜温差会非常的大 也提醒特别注意了 我们就要来看看了 今天各区域的温度高温预测又是如何 今天北部地区的高温区间是在17到20度左右 那么因此有太阳跟没太阳 有去头到没去头的差很多 阳光底下觉得温暖 但是没去头的时尚 事实上今天的温度来看的话 还是比较偏凉冷的 那么中部地区就比较舒适了 今天高温区间是在23到26度 南部地区呢今天的高温区间在24到26 南部的话今天则是19到20度左右 那么要特别提醒注意 在今天呢中南部的日夜温差 可都是呢超过10度甚至12度以上 因此最后梳理要特别提醒大家注意了 大家在那边要出门的时候 记得看过来春阳露脸 尤其今天又是24节气的春风 那么因此呢把握机会洗衣晒背 人最好也去好好给它晒一晒 这样子呢筋骨才会呢比较舒爽一点 那么中南部的日夜温差相当的大 小心保重身体 不要感冒着凉 另外气象鼠还发布了路上强风特报 今天呢预报上在沿海还有离岛 其实呢都还有9到10级的强震风 海边活动还是要多注意哦 时间交给家如 谢谢淑丽了 再来看到呢网购